歡迎回到世界雨漣超級系列總決賽的轉播現場 接下來要不給我轉播的球賽呢 也是混雙的比賽 是由台國隊的Solgate蘇吉特 以及他的搭檔Sorali Sorali呢出戰的是波蘭的代表 是Robert跟NotStun 那麼呢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在這一組裡面是呈現比較混戰的狀態啦 因為目前是 剛剛為各位轉播的第一場球賽當中呢 高成炫跟何真恩 他們在韓國的組合 以及印尼的Hendra跟Vita 都是兩勝一敗 沒錯 所以而且這兩個 這兩組選手來講的話 他們的戰績非常激烈 那目前的話 以超級系列來講的話 泰國這一組是排名第二 那波蘭這一組是排名第三 那以世界排名來講的話 泰國這一組是排名第二 那波蘭這組排名第四 那兩組有一次的對戰績 那是由泰國 泰國隊2比0獲勝 那其實泰國這一組算是非常老的一個搭檔了齁 雖然他們的年齡各方面比上的波蘭來講的話 當然波蘭的Rober他的已經是34歲的高齡了齁 不過泰國尤其這個莎拉利他的經驗非常老到 他從16歲就開始出道到現在了齁 所以一直頂住泰國的第一女裝以及第一混雙的地位 是那因為目前我們剛剛也提到的因為這是呈現一個混戰的狀態 所以應該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如果當這個Soldier跟Sorani呢 他們擊敗了波蘭隊的話那他們也是取得兩勝一敗 那這時候可能就必須要這跟韓國還有加上是印尼的組合來爭取前兩名的出現了 是 沒錯 目前來看這個小組來講的話 韓國應該已經是第一名進入了齁 因為韓國他是以兩次的2比0的成績贏了另外兩組這樣子 那唯一輸的那一場是以1比2輸 所以以局數來看他已經笃定是贏了齁 那其他的選手都是以2比1或1比2落敗這樣子齁 所以其他三組選手的話應該會做一個小分的一個比分齁 是 所以最後可能的關鍵點就是在印尼隊跟泰國隊爭取分組第2了 是 沒錯 不過今天印尼隊真的也很可惜啊 真的是尤其是在那個VITA上自己的失誤啊 把自己的到手的四場的門票給送出去了 其實他們的實力其實應該是不輸給韓國隊的高層選擇及何真恩 是 沒錯 所以如果這一場泰國萬一輸的話 當然就是完全是沒有機會的晉級 對 就是由印尼這邊來晉級 但是如果泰國贏的話也是一樣兩勝一負 和印尼比較起來的話都要看泰國這一場 如果他以2比0的比數贏了波蘭這一組的話 那就是由泰國獲勝 但是如果2比1贏的話 那就開始要進行小分的一個比數了齁 對 可能就要比德士分的這樣的狀況 對 沒錯 所以如果說泰國贏啊的話 當然就希望今天是能夠以10落2贏啦 那如果說是以2比1要佔了3盤的話 那晉級的幾率可能就會有得喬啦 是 沒錯 還不知道 所以泰國無論如何這一場一定要贏 是 但是 因為在這個搜集跟Sorali呢 在是昨天的比賽當中呢 雖然說是贏了韓國隊 但是其實他們其實是佔了3盤才贏的 是 沒錯 對 所以其實跟這個Handra還有Mina的狀況很像 對 那在畫面這位主審也是來自我們台灣的城市深層主審 那他也是代表台灣參加今年的08年的奧運的主裁判之一 是 其實波蘭這一組組合來講非常的不容易喔 因為本身波蘭他的一個羽球水準 並不是說在歐洲是非常突出的喔 那波蘭最近的話 尤其他的男霜他的尾霜來講的話 當然是有中國的教練進去領導他們這樣 那這一陣子在整體的實力方面上升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幅度喔 那尤其又在06年開始使用新制以來喔 波蘭的選手大部分在所有的項目裡面 前20年都有他們的一席之地喔 那我們在畫面上可以看到 在畫面上方穿紅色球衣的呢 是泰國隊的Sorge跟Sorali 那麼至於在畫面上方穿藍色球衣的呢 則是波蘭的代表Robert跟李子仁出 所以目前這個狀況來看有點像 剛剛上一堂抽一心的捷運情況 尤其在波蘭這邊已經兩敗的狀態下 他們沒有任何的一些壓力狀態下 打出來的結果會不會比之前預期的更好 對 反正是沒有壓力擋起來不會綁手綁腳的 對 對 其實他們在世界排名也不弱啦 對 沒錯 只是在這一次的表現上似乎沒有很好 所以已經有兩敗的成績了 那一樣的剛開頭的話 雙方面還是以四三星的球路在跟對方交戰 好 那泰國的也是 呃 技術性的把波蘭的女孩子 調到後長去 波 去 那我們看其實 呃 Robert的身高並不高 Robert的身高才169公分 反而波蘭這位女的 娜迪志塔齁 172公分 反而比她高 對 不過我們也可以稍微講一下 這個Robert他的年齡也蠻大的 對 沒錯 他是1976年出生 是 沒錯 對 所以今年也快要35歲了 對對對 沒錯 尤其是他是1月13號出生的 所以其實是快要滿35了 對 那其實大家有機會如果上那個 世界語聯的一個網站 其實可以學著去看一下說 怎麼去看這個BWF的Number 就是說他有給每個球員的一個代號 是 但是代號是真的他一輩子 喔 不管他以後 包括說到現在 呃 一些退休的球員 上網查都還查到他以前的交戰紀錄 對 那所以從 Robert的代號來看 他只有4253號 那 以我的經歷來講 是 我是5000多號 所以他比我更早還出道 是 所以因為這個號碼 其實可以跟你很久的啦 對對對 他4253號 那我是5054喔 所以應該在找我大概一年左右出道 是 參加國際賽事 那其實我們看 莎拉利 這個 他的代號其實也蠻前面 雖然他 年齡不是說像 Robert來了這麼大 這個31歲 對 但是他是7065號 齁 所以也是非常 呃前面就 出來打國際賽的一位選手 是 所以他目前來講 混雙我們其實看到很多 呃 轉過來看的話 並不代表說 呃 女孩子一定是在蹲在前面 尤其像 呃 莎拉利來講 他的攻擊性非常強喔 而且他 呃 本身的移動速度都非常來得快 是 對 所以他通常 在女雙方面 他是主導後場 對 他是在主導後場 有很高163公分 對 但是其實因為在後場的 攻擊力量很大 是 沒錯 對 那他本身也是我們 台北公愛賽的熟客 老面孔幾乎每年都有來 是 在這一個的連續的 平拉 平推檔當中 感覺上是不是這個 這個泰國隊發生了一些 小事物 對 沒錯 當然泰國隊現在是 輸不得啊 一定要贏 贏了才能進到這個 而且一定要直落而贏啊 對 所以當然他壓力來得很大 對 打的當然是有點變手變腳的 因為其實在賽前每個教練 一定會幫他們計算這個積分的 對 那通常我們在打公開賽來講的話 都是單淘汰制 包括奧運 包括亞運 都是單淘汰制 所以比較不需要算到這個積分 唯獨在這個年中大獎賽的時候 才會用到這個單循環 然後再進到半決賽是用單淘汰的賽制 所以目前我們來看 其實波蘭的選手打得非常開喔 對 現在的比數是領先的 對 10比4 打得非常的輕鬆喔 而且在不管在回球還是在速度上啊 在精準的殺球點上 都比這個泰國的選手要來的優秀一點 是 那尤其波蘭這一組選手 在前幾 前兩天喔 跟對戰的維塔 還有Handra 其實他們也是打了三局喔 最後第三局是 22比24 延長輸掉喔 所以還是有一定他的實力啦 是 所以在泰國這邊的話 當然第一個他基於贏 而且要想2比0的狀態下 反而會有反效果的一個表現出來 對 好 那在我們昨天也有介紹過 在其實在泰國整體的 國家隊的運作狀態下 由於泰皇孫女的關係 他們整個不管在單打 尤其在現在青少年這一批 15、16歲這一批 是非常非常嚇人的喔 尤其在這一次的一個 世青賽裡面來講的話 去年的世青賽裡面 他們已經達到第三名了 那亞運成績也是頂到了銅牌喔 是 所以其實我覺得泰國未來的發展 是前途無量 是 沒錯 對 不過可能是因為 在這場球賽上 感覺壓力都在泰國的身上 對 沒錯 對 所以現在泰國來講的話 一樣就是 像崇琳他們現在的狀況一樣 你必須要把自己的心情先放輕鬆 當然我們這邊講是很容易啦 放輕鬆 當下其實非常緊張 這現場的時候當然就是 不是我們像我們說的這麼簡單啦 對 所以很多運動員常常跟我們講說 教練你叫我放輕鬆 我們也知道要放輕鬆啦 但是這個就輕鬆不下來 手不聽使喚 手腳都不聽使喚 對 沒錯 看來泰國這一局非常危險 聽目前在十一分休息完的狀態下 是 而且目前的差距有一些大喔 是十二比五喔 波蘭隊這邊是取得七分的領先 其實是還蠻多的 其實剛剛在下面我算了一下他們的分數來講的話 泰國其實只要不管是2比0或2比1 因為剛剛印尼是0比2落敗 那泰國這邊的話是1比2落敗在印尼這邊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只要他們不管是2比5或2比1 他們就是賭定會進到半決賽 比分組第二的狀態進入半決賽這個比賽 但如果說他們輸了這場比賽的話 那麼就等於就要把這四場的分票 讓給今天的在第一 轉播的第一場高層線和正恩 以及Hendra跟Vita Vita 對 所以當然在這個賽事當中 選手會有一點點不習慣 就是他還要去計算一下這個積分 那當然除非教練團是沒有跟隨在旁邊 要不然這個的計算積分 是會有教練團提供資訊給選手這樣子 所以像Peter Gay今天就是知道這個 使家這個訊息了 對 所以他已經就是試探性的上場了 慢慢的泰國這邊分數已經追上來了 是 感覺比較放開來了 對 剛開始的壓力可能是因為都在他們身上 沒錯 所以其實打得就有點榜獸榜獎的 其實伊波蘭的整個移動位置來看的話 他們的靈活度其實沒有像泰國隊來得這麼靈活 所以泰國隊目前這邊打法稍微要改變一下 就是左右兩邊要多打一點 尤其底線的球要多打一點 要盡量去跳動女孩子來到後場 非常漂亮的一個強旺 所以在Sukie這邊來講的話 當然他後場進攻能力是不錯 不過有時候剛好在莎拉利 在後場進攻的時候 他應該大膽的到往前來狼王 是 分數已經超過了 超越了 還是泰國隊漸漸的有找到他們的速度 是 沒錯 對 反應剛剛開始真的是落後蠻多的 差一點點就跳進來了 差一點點 所以如果說在打得到的情況下 但是跳進界內的話 還是算是界內的好球對不對 對 所以大家都在看 對 差一點點 對 大概三公分的距離吧 對 他視童是打到網子一樣 對 所以其實剛看 那莎拉利這個動作 我們在回想崇維新的動作 頭頂這個籃網 就知道崇維新這個籃網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 所以混雙是比較需要這個往前的籃網 請抽 脫底 抽 那當然目前泰國這邊已經慢慢的把整個戰術 包括他的落球點都打開了 對 他不需要說急著去跟 博人隊來搶中籤場 其實是可以在後場做一些跳動的一些球路 對 沒錯 類似像這樣子虛攻 感覺要進攻突然來一個短切 我們可以從慢動作上面看出來 那由於歐洲訓本身來講的話 他的擬結度沒有像亞洲來得這麼好 所以需要用一些掉動的一些球路 讓他們的起動產生一些矛盾 現在波蘭隊提及的一些失誤也慢慢的出現了 對 所以可以看到的是 現在泰國隊也把握這個機會 慢慢的一分一分把比數給追回來 現在是16比14 那目前的發球局也是在泰國隊的手上 哇 波蘭選手防守的真的是很漂亮的 我們看得出來是 他還是朝著波蘭的女選手來進攻 連對角線都不放過 那當然現在波蘭這邊 整個打起來來講的話 是比較有點被壓制住 那泰國這邊不管是士氣 或是不管是說 這麼大把都已經長大了 比較開了 這個球 這個球 應該是有點出界的感覺 不過是先把它看成一個界內 應該是出界沒錯 很明顯的一個出界 那當然啦 因為 這種 短命相見的球來得非常快 那 其實我們的四千元裁判是非常辛苦 他們是從中午2點一次做到現在晚上接近快9點了 所以整天的他的視覺來講 難免會有一點點影響到啦 那如果是不要差太多的話 其實選手希望可以可以諒解 我們這些裁判員在現場的一個辛苦 那當然也不要因為這個誤判而影響到自己的一個心情 所以我們看到剛剛女單來講 王一涵就是因為一個誤判 後面一個誤判 而導致自己的一個心情的轉換不好 而導致輸了第一組喔 哇 這兩方面都壓力很大 都是霸球的事物 他的事物輪流出現了 對 對 雙方壓力都非常大 對 其實波蘭應該就放開心情來打 喔 當然是 沙拉利今天再往前處理是稍微有點急喔 對 發界發 狀態下場 平平失誤 不過現在波蘭追究可能也想要爭一口氣啊 對 對 就不想要三敗 帶著這個成績回去喔 沒錯 所以希望是說能夠看不看對上這個泰國的選手能夠拿下一勝 是 非常漂亮的一個晉升的一個軍爆炮 對 對 塞國的Sorari他的攻擊能力其實也蠻強的喔 對對對 沒錯 其實這個殺球的弱點喔 非常非常重要喔 所以你像他剛剛這往身上殺這個弱點就很好 但是對方剛看到乳霜 譬如姐姨往身上殺這時候 有時候對方已經注意到你往身上殺的時候 你就不能再繼續往這個角度來做攻擊 所以並不一定說 殺中間兩個人的中間或是殺身上哪個地方好 你要依當時的狀況來調配你的殺球一個角度 還是得要看對方的感覺的情況 是 沒錯 我現在兩根比數覺得很緊喔 對 19比19 是 又新狀況了喔 那這個發球就非常重要了喔 對 所以現在是GamePoint這個局末點呢 是出現在這個泰國隊的身上 好 哎呀 這個球太大一啦 是 雖然我不懂泰國 我在想說他為什麼一定 他在指責 薩拉利為什麼他要往右邊跑 為什麼不往左邊 看他的動作 因為這個球 薩拉利可能是在覺得 是不是應該要讓後面來接 對 其實這個發出來 薩拉利他是想抓右上方的球 其實 可是Suki他認為說 你應該跑來左邊擋在我前面 幫我阻止 阻擋這個球才對 一個大失控呢 一個大 大的回球輸界呢 所以現在是泰國隊贏得的第一局 是22比20 先取得了第一局 那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稍後回來精彩球試 歡迎回到世界雨連超級系列總決賽的轉播現場 現在為各位帶上的比賽呢 第二是混雙的比賽 是由泰國的Sorge以及Sorari 推 對戰呢是由波蘭的Rober 給Rodestan 那麼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第一局的比賽呢 其實雙方的比數打得滿近的喔 所以最後呢是泰國隊 22比20 拿下第一局 那麼在第二局一開始呢 雙方現在是2比2的平手 1 2 其實以泰國隊現在來講的話 尤其第一局又贏得贏到手了 所以第二局應該更放開來打 我們剛剛其實已經有算過分數了 他們其實只要贏 不管是2比0或2比1贏的話 印尼隊都沒辦法跟他爭取 進取這個半決賽的一個門票 是 所以其實泰國隊只要穩穩地打贏了 他們就是進入了潛似場 沒錯 所以我們看出來其實今天Sorari這邊來講的話 他感覺好像有點變手變腳的 尤其在往前發接發的失誤 還有一個籃網的一個節奏 掌控的並不是很恰當喔 那我們可以知道的是說 另外一組呢 確定晉級的應該就是 呃 宋邦跟庫查拉 還有以及 呃 中國隊的張男以及趙宇淚 因為在排名第一的部分呢 應該湯瑪斯跟卡米拉呢 因為已經 男生部分的湯瑪斯已經因雙退散了 對 沒錯 對 所以目前晉級的 另外一組呢 是宋邦 庫查拉以及 張宇淚跟趙宇淚 所以現在這一組呢 那麼在高程訓練跟和珍的部分 應該也是差不多出現了啦 確定是由他們來獲勝 對 而且他們明天應該是對戰趙宇淚和張宇淚 對 所以目前與泰國這邊來講的話 其實他的實力應該會比郭蘭這一邊來得好一點喔 但是也是因為心理的業因素 尤其在庫查拉利這邊的話 呃 發揮的不是很突出喔 所以目前在他的心態上面稍微稍微稍微調整 然後讓自己的心情稍微有一點亢奮一點 那打起來會稍微比較積極一點 嗯 非常漂亮的一個沙球弱點喔 這個腰帶喔 人的身體的腰 腰的地方其實是最難防守的地方喔 嗯 不過 Rob 我們剛剛提到他已經34歲了 不過看起來真的很不像是34歲的單身喔 對 對 有點baby face喔 對 那今天呢當然波蘭就是放開來打啦 因為可能 應該不是說可能 應該是獨定晉級 沒有機會了 是 沒錯 是說現在心態能夠再尋求一個好的成績的突破 最近也是大老遠一趟來到台灣了 對 沒錯沒錯 對 那他們在這一個超級杯呢的總決賽當中呢 當然就是最終成績就是前八啦 對 所以我們五六七八是不打啦 是 對 所以依目前來講的話 沙莉的整個心房還是沒有打開齁 感覺在競勝球的處理還是有點變角的齁 是 那在於波蘭這邊的話 其實 給試試看啊 不一定說 呃 因為沒有一些壓力或怎樣 就滿小決打這場球 雖然第一局落敗 但是其實每一場都是自身的一個場上經驗 對 那我們常常講說 比賽一場 勝得平常的 至少比平常的訓練比賽好來成十場以上 對 比賽的臨場啊 經驗啊 有壓力度上 其實都比平常的訓練也要來得多上許多 對 像很多運動員 常常就是在家裡自己訓練模擬比賽當中非常的厲害 是 一旦離開了自己的家裡的場地 多了一些些觀眾 多了幾個裁判 整個是 方向頭盤 就像他就像是練習型的選手 對對對 但畢竟終究選手想要追求就是比賽的結果 對 沒錯 對啊 不過也很快的第二局呢 來到了這個中間比數 是 是由泰國隊先取得領先 11比6 泰國隊今天要贏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吧 對 沒錯沒錯 對 那也就因此呢可以順利的進行決賽 所以其實我們這樣在場上場邊來觀察一下 像波蘭他們也沒有派教練來 是 其實很多歐洲的國家他們是沒有國家隊 他們是只有俱樂部 而且他在俱樂部他不見得是在他自己的國家的俱樂部 他有時候會到德國有時候到英國 是 所以他們今天出來很多的差旅費 他是必須是透過募款 或者是俱樂部贊助他們來出來 當然這個比賽是由大會來提供 但是平常他們的公開賽 他們必須是由自己 有本事的sponsor 或者是一些俱樂部來採用募款 然後加上他的獎金 然後才能平衡他的一個支出這樣子 所以相對亞洲這邊的話 就有國家隊的成立 那國家隊就會派幾位教練 就在旁邊 包括防護員啊 包括翻譯員都有 就是整個團帶出國啦 對對對 那像這些剛老師講的這個情況 然後這下呢可能就是要以個人的名義啊 來負擔 或者是說看俱樂部有沒有幫你採用 是 沒錯 不過因為有俱樂部的這個成立啊 所以說我們剛剛可以看到就是 俄羅斯跟保加利亞的選手 可以湊在一起打 沒錯 這也是滿跨國籍的 對 而且他們跨的俱樂部是跨到亞洲來的 是 對對對 當然慢慢的在 中國的一個 國內的聯賽來講的話 是 他目前也是希望 世界各國的選手可以加入他們的隊 對 對 那當然目前來講的話 一對是只限制兩位外籍球員這樣子 那 礙於一些訓練的機密 包括一些 球路不要讓中國摸手 所以很多運動員他是被拒絕前往的 像李中緯一度也是傳出來想到馬來西亞 到中國來打 對 但是大馬的這個旅球協會就是下雨不准 一旦被摸手之後 在國際上反而是不利的 對對對 沒錯 那當然也是很怕說這個中國的一個國內聯賽 最後會取代一個國際的一個空海賽 因為他的獎金的制度 或是說出場費會來的比較高 對 所以運動員的話以經濟效益狀態相反 也許會放棄其中國際的比賽 而且在雨球中國的觀賞人口跟參與人口 都非常的多 對 沒錯 對 可能一個門票收入都非常的嚇人 是 沒錯 所以其實在我們台灣 愛好雨球的觀眾其實非常多 那我們也希望說 有機會來到我們這個 新北市的星光體育館來觀賞現場 絕對是有點不一樣 尤其這次其實場地 複製非常非常漂亮 還特別請到了世界雨簾的專家 來幫我們開這個場地 也幫我們做一個燈光的配置 對 那以往像這個綜合性的體育館 它的地板 其實它是屬於選擬地的 那平常在比賽 分開賽的時候是直接就鋪上PU 那PU的這個球場 然後再來使用 所以會造成運動員覺得 地板其實有點硬 那這次比賽來講的話 國際人要求地板 我們的水泥地上面 必須要再鋪一層木頭的地板 然後再鋪上PU的場地 那因為木頭 對於腳跟的有著地來講 是比較軟一點 所以這次其實是花了非常多的精力 挖挖人力 挖挖經費 然後在這個整個場上的一個 篩勢當中 以目前南泰國來講應該是 是拿久穩了 對 拿到了半決賽的門票了 對 拿到半決賽的門票了 對 其實今天的印尼隊真的很可惜 因為其實他們是兩扇在手 是 對 感覺今天如果穩穩地拿下來 就是反而是分組的冠軍 對 但因為失之交備啊 輸了一場 連這個半決賽的門票都可以輸掉了 對 沒錯 對 所以我們看泰國現在的整個 團體來講的話 他南丹也進了四強 然後他的混雙有兩組也進了四強 對 尤其是這個宋邦跟Kajala 很厲害啊 在第一場當中啊 就擊敗了張楠跟趙雲磊 對 沒錯 對他們來講 信心現在是十足啦 對 對 這個張楠跟趙雲磊 可以說是 在混雙當中成績非常優異喔 在超級比賽是 總共六場當中就拿到了 兩場的冠軍 兩場的第二 是 對 其實可以說都是冠亞軍的人選 對 沒錯 對 但是 就是 宋邦跟Kajala 就是打得非常的輕鬆啊 所以看得出來有笑容的情況之下呢 自己 敗了這個張楠跟趙雲磊 那 在另外一組這邊呢 算是 戰況比較混雲一點 不過 今天打到現在也差不多了 就這樣是由韓國跟 這個泰國的選手出現 是 其實在這一場比賽 整個賽事結束之後 我相信 很多國家會有新的組合會出現 就為了五月份的一個 人動好運的一個氣氛開始累積 對 那波蘭這個國家來說 是 與球的發展如何 老師可以幫我們講一下嗎 其實因為波蘭它 之前是 共產國家 所以 它的一個經濟環境來講 沒有像其他的 西歐國家來得這麼好 當然 現在慢慢的一個 歐盟的一個加入 然後再加上 在德國 或是在英國 丹麥有很多的俱樂部 會邀請這些選手過去 那因為在歐洲的聯賽 很方便是他們不需要打飛機 是 所以他們只需要火車就可以到 所以他們的費用也省了許多 甚至開車就可以到其他國家 是 所以他們 經常就是在整個歐洲 地區 就是往來很多 包括連俄羅斯的選手 也是都到了西歐這邊來 都為這些俱樂部來 來效力這樣子 是 所以當然現在中國的 聯賽來講的話 會造成一個效應 然後整個羽球運動會慢慢的推動起來這樣子 對 其實中國在 中國的羽球 本來就是打得非常好 對 現在加上聯賽盛行 其實更多人加入了 對 那當然 因為聯賽盛行 對羽球選手來講 好像收入也是有一個保障 對 沒錯 不會覺得說 好上學 體育師 感覺收入就是 或是前途比較有點堪憂 是 沒錯 那尤其 像世界語言 評定這十二個超級系列裡面 中國就佔了兩個 對 唯一只有一個國家就是 只有中國可以佔了兩個 可以佔了兩個 其他沒有一個地方 可以申請兩次的超級杯 所以他們有一次是 中國大師超級杯 一次是中國超級杯 對 那通常 中國超級杯都會在上海 以往 那前幾年 因為他們有一個合約關係 前幾年都在廣州 那現在一直到上海 那大師賽的話 就是由各省來做一個 投標的一個動作 對 那這個 這個比賽的分目點也出現了 是在泰國選手的身上 那麼現在是20比14 最終呢 這位泰國隊呢 是以21比14呢 拿下了這個比賽 那麼他們在這一組的戰績當中呢 也是兩勝一敗 那以分組第二的成績呢 進進了明天的半決賽 那我們休息一下 再進行精彩的成績時間